无论是剥掉手上死皮还是暗牙史莱姆都能逼疯强迫症 让强迫症脚趾指靠出三房两厅来了 所以本期大可看机文话题六件逼疯强迫症的事情 一起来看看吧 剥掉死皮 据说很多人都喜欢剥掉死皮 有的人甚至会在手上涂手霜 然后再享受撕掉的感觉 每次看到这样的画面小编都会吃鸡皮疙瘩 这是要逼死强迫症的 史莱姆 很多人喜欢玩史莱姆 据说揉捏按压史莱姆能够帮助人们减压 于是网上出现很多做泥的视频 当看到一团黏糊糊的泥 无论是水分过多还是韧性不足 或者完全不成型的史莱姆都能逼死强迫症呢 更不要说往史莱姆里加入各种东西柔和了 在一个国外的展览厅里可以看到 从上清晰而下的彩虹光线 其实这是艺术家专门为艺术打造的非凡作品 他们利用无数根彩色线条横跨在展览厅里 尽管这样的作品非常奇特 但是竟然有很多强迫症表示 想要拆掉这些彩色信条 这还真让人有些费解 自动洗车 据说最让强迫症无法接受的 就是洗车店或者加油站的自动洗车服务 虽然非常方便快速 只需要把车子开到传送带 接着就可以享受一系列自动洗车的服务 但是这些都是机器在运作 有些地方还是没办法洗干净 强迫症看着非常心塞 真的好想自己上手进行洗刷 塑料泡泡纸 当你拆下商品外面的塑料泡泡包装时 有没有想把泡泡黏得中动 触摸着塑料泡泡的质感 一时进听到啪的一声 是不是感到很过瘾 但是强迫症表示 如果不把整张泡泡纸的泡泡掐破 就会感到非常难受 看来B4强迫症就用一张泡泡纸就够了 镜面蛋糕 镜面蛋糕可我非常惊艳 而制作镜面的过程让人感到极其舒适 直接把糖液倒在蛋糕上 当然你也可以倒上不同颜色的糖液 制作出与众不同的镜面蛋糕 不过强迫症还是不要尝试了 不然面对着颜色割异 或者不规则的镜面蛋糕绝对会崩溃的 那么大家觉得哪种事物让强迫症最难忍受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